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 《指南路后续》 作者是宋朝的文天祥 文天祥是保佑四年的电视撰远 集周如临富川人 南宋末期的政治家、诗人、看元人物和民族英雄 光致右丞相 最后被封为信国公 故称文信公或者文信国 光拜绍宝 故称文绍宝 寿王后被俘 宁愿死也不愿祥 令死不屈 在财势从容就义 为了祭奠文天祥 在北京文天祥曾被关押的地方 成立了文成相池 后成立文天祥祭奠馆 明朝正德年间 在文天祥被俘虏的五坡岭 建立方范庭祭奠 在浙江省温州市江新宇上 建有文信国公词 这是指南路后续的原文 接下来我们就一字一句的看一看 德幼二年 二月十九日 这是农历 也就是宋公帝的时候 公元一二七六年 于除幼丞相兼疏密使 我于就是我 除就是我被委任 被安排的 职位是幼丞相兼疏密使 都督诸禄军马 都督就是统帅 统帅各地区的军马 使北兵已破修门外 当时北方的元兵 就是北方的蒙古兵 元朝 已经破进了国都的修门外 这个时候的国都就是杭州 战守迁皆不及施 抗战守城迁都都来不及了 晋升大夫四翠 于左承相府 晋升就是光幻的绅士 大夫的官员 四翠就是汇集 大家聚在一起 在左承相府 莫兹记所出 莫兹就是不晓得 不知道 记策怎么出来 汇使则交辞 逝逢 汇就是这个时候 恰逢这个时候 此就是两边元朝 宋朝的大使 他们的车 交香的奔驰而来 北邀当国者相见 北方的元朝 邀请宋朝 当国就是指的我们自己 宋朝的当政者来见面 众位于一行 未可以输货 众位就是大家都说 于就是我 一行就是我去一趟 是可以解除祸患的 输货 就是可以解除祸患 国事至此 没想到国家的局势 到了这个地步 于不得爱生 我不能够顾惜自己 爱生就是我要去顾惜自己 一北一上 可以口舌动你 一想就是我猜想 我想 元朝 北方的元朝 还是可以通过言语 口舌来打动的 二年二月十九日 我被委认为右丞相 兼军队统帅 统帅全国各地区的军队 当时北方的援军 已禁逼国都临安的城门 无论是抗战 守城 或者迁都 都来不及进行了 朝中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汇集在政务大厅 无间的官邸里 不知怎么办好 恰巧有两国死结的车马往来 元朝邀请宋朝当政的人去会谈 大家认为我做死结去一趟 就可以解除祸患 国家的局势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应该顾惜自己 估计元朝人也还是可以去说服的 以前奉命初始都互相的往来 无留北者 就是说没有人被留在元朝 鱼更欲亦章北 鱼就是我 我更想去查看一下一章 就是查看一下北方的元朝 归而求救国之策 回来了再谋求 归就是回来了 我在求救国的办法 于是辞相 于是我就辞去了又丞相的职务 硬不败 硬不败就是我的官邸交出去了 职位就不再担任了 意志就是第二天 以资政殿学士行 用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去 这个职位大概就是类似于 叫皇帝的顾问 出自北营 一开始刚刚到了北援的军营 抗辞 慷慷 抗争的延迟 非常的激昂 慷慷 上下颇惊动 对方援军的上下都很惊讶 很震动 北义未敢 倔亲吴国 援军呢 他也不敢 聚亲就是随随便便的 亲是吴国 我国 不幸李世蒙 够恶于前 不幸的是啊 李世蒙这个人 做了坏事在前面 贾玉庆 献长于后 这个人呢 又对敌人献媚 在后面 于鸡米不得还 于是呢 我被拘谨了 鸡米就是我被拘领 被关起来了 不能回来 国事谁不可收拾 国家大事 就不可能挽回了 以前 护派使节谈判 不会被援军拘留 我更想借出使的机会 查看一下北援的情况 回来才好找到 拯救国家的办法 我于是 辞去又丞相的职务 第二天 以皇帝顾问的身份 前往北援军营 出道援朝军营 我坚强不屈 慷慨激昂的城池 援军上下都很吃惊震动 援军也不敢立刻轻视我们国家 可恨的是 吕斯蒙通敌做了坏事 事后贾玉庆 对敌献媚 我便被援军拘留 不能回来 国家的大事已去 无法挽回了 于制度不得拖 我自己估计不能脱险 则值钱够鲁 率私信 就直接上前 够就是责骂 鲁就是敌军 率就是他们的统帅 无信用 没有信用 属吕斯蒙 书子为利 述说 这个属读三生 吕斯蒙 书子二人是叛徒 但欲求死 只想求得一死 不负顾厉害 不负就是不用再考虑了 厉害得失 北虽貌尽 北边的人 虽然表面上 貌就是礼貌的貌 表面 很尊敬我 实则愤怒 实际上却很生气 二贵求名曰 广办 二贵 两个高贵的头目 求名就是两个高贵的头目 名义上叫做 宾馆的招待 业者以宾为所预设 夜晚就用宾来包围 我所住的地方 而鱼不得归矣 而使我不能回来 未及没有多久 甲鱼庆等于其寝 十亿北 甲鱼庆等人 以求和 这个就是求和 派专使 到了北原区 北趋于并往 援军就驱使我 一起前往 而不在死者之墓 但是却没有把我 计算在 死者的数目清单里面 我还不能算大死 我 我 分担饮绝 就是我的本分 应当 就是我自杀 然而 迎人已行 可是 却 忍辱负重 而前行 西人曰 就是往西 以前的人说 将以有为也 是将要有所作为 我自己估计 无法脱险 就直接上前 骂援军统帅 撕掉信用 列举 吕斯蒙 舒子的 叛徒罪行 只想求得一死 不再考虑 个人的安危 援军虽然表面上 尊敬我 实际上 很不满意 援军的两个头目 名义上 是陪伴我的人 可往上 就派军队 包围我所 寄住的宾馆 使我不能回来 没多久 贾于庆等人 以求和的装使 到援朝去 援军则 驱赶我 一起前行 却并不把我 记在实则的名当中 我理当自杀 可是 我却忍辱偷生 一起走 古人说过 是为了 要有所作为啊 至金口 金口就是镇江 得监奔征州 得到了剑西 逃往了征州 集聚以北 虚实 告东西二捆 就王权的 聚就是王权 将北援军的情况 虚实情况 告诉了淮东 淮西 两路边帅 捆 就是两路边帅 约以联兵大举 约定约好了 以联合军队 大举进攻 忠心机会 这是复国的机会 来了 数级在此 差不多了 就在这一举 留二日 停留了两天 围阳帅 下逐客之令 住在围阳的统帅 下了 赶州我的命令 不得已 没有办法 变性命 我改变了性命 鬼踪迹 我变化 我隐瞒了踪迹 草行 露树 在荒草中行走 露天住树 日与北齐 相出没于长怀间 天天与北援冰 相互出现在淮河一带 他出来了 我就躲 他们走了 我再出来 就是相互的出没 穷恶无良 穷困饥饿 还没有依靠 追购又急 就是援军的悬赏 捉捺我 又很急迫 天高地久 天高地久 就是天高地远 远就是远 靠乎迷急 就是我的嚎啕啊 我的呼喊啊 迷就是浪费 没有用 听不到 以而得州 后来呢 有了船 避楚州 避开水中 这个楚州 就是水中的小岛 水里面的小块陆地 出北海 到了长江口 以北的海 然后渡阳子江 进入了苏泽阳 奔波于市民 天台 最后到达了永家 温州 到了阵江 得到了机会 逃往珍州 我就将援军的虚实情况 完完整整地 告诉了淮东 淮西 两路统帅 约定以联合军队 大举公园 复国的机会 将靠此一举 停了两天 驻淮阳的统帅 下了赶走我的命令 我没有办法 只好改变性命 隐秘踪迹 在荒山中行走 在露天歇数 在淮东路 为避免被捕获 援冰来了就潜伏 援冰离开了 我才走 穷困饥饿 无所依靠 援人悬赏 击捕又很紧 天高地远 向天地呼救 天地也听不到 后来得了船 才避开 长江中的小块陆地 到了淮海 然后渡过扬子江 进入苏州阳 艰苦地转移于宁波 天台等地 才到了温州 呜呼 感叹直 语之急于死者 我到了死的边缘 急 这是我到了 不知其极也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其极也 抵大囚当死 抵就是赤骂 大囚援军的统帅 比较高一点的级别 大囚 该死 骂利嘴 骂叛徒 也该死 与贵囚 除二十日 与贵囚 与元朝的大头目 相处二十天 争取之 争取 这是争论是非取之 屡当死 几次该死 去京口 离开了镇江的时候 霞就是戴着匕首 以背不测 以防止意外发生 几次进死 几乎自己割进而死 京北剑十余里 走过援军的战舰 附近有十多里路 为巡船所误射 被他们的巡逻船 搜寻旁查 几乎战身于 鱼腹死 鱼肚子里面死 珍州逐之城门外 在珍州呢 又被驱赶到城门外面去了 几彷徨死 几乎飘移不定 这个就是飘移不定 而死掉 如扬州 这个如就是指的 前往扬州 经过瓜州扬子桥 禁死御哨 禁死假死 遇到了援军的哨兵 不会不死 在扬州城下 进退不由 由不得自己决定了 戴立送死 几乎内侍 戴就是几乎 立就是内侍 就等于去送死 我到了死的边缘 不知道多少次了 赤骂援朝 统帅时该死 骂叛徒时 也该死 与援朝头目 相处的二十天 跟他争论是非 几次该死 离开镇江 带短剑 以防意外欲敌 几乎要文景之境 从原人的战舰旁边 走了十多里路 被援军寻了船 搜寻盘查 几乎投水而死 在珍州 被驱赶于城门外 犹疑不定 几乎死了 往扬州死 经过瓜州扬子桥 假使遇到援军哨兵 肯定会死 在扬州城下 前进或后退 都不由自己决定 就等于去送死 坐贵宫堂土围中 坐在贵宫堂 土围就是土的围体里 骑数千过其门 元朝的骑兵 有数千人经过门口 几落者一首死 几乎落在了援军的手里死了 贾家庄几位寻教 所临破死 在贾家庄这个地方 几乎被寻教 就是寻察兵 所凝辱 逼破而死 夜驱高游 往上快步走过 这个驱就是很快 很急 走过高游 迷失道 迷洛路 己现死 几乎陷入敌手而死 殖民 这个值就是刚刚好 正刚刚好 天亮的时候 避少竹林中 躲避少兵 在竹林中 罗者数十骑 巡逻的人 有几十个骑兵 几乎所逃死 几乎没有地方逃脱了 而死 自高游 到了高游 自府席下 自府这里就是指的元朝 他们的政府的官牙 自治师官府 他们的逮捕公文 就是逮捕公文 下来了 几乎铺泻死 几乎因为被逮捕 而死 行陈子河 走到了陈子河 出入乱丝中 出入于乱丝里面 周宇少 相后先 船和元朝的哨兵 一前一后而行 几泻后死 几乎泻后 这个泻后就是 偶然相遇而死 自海陵 到了江苏的泰州市 海陵就是江苏的 今天的泰州市 如高沙 前往高沙 长孔无辜死 常常害怕 无罪 无缘无故的死掉了 躲在贵宫堂 回体里的时候 援军骑兵 几千人经过门口 几乎落到援军手上死了 在贾家庄 几乎被援军巡查的人 欺辱逼迫而死 夜间赶路 过高游死 迷了路 几乎陷入死的境地 天刚亮时 在竹林中 躲避援军哨兵 碰到巡逻队的几十个骑兵 几乎没有地方逃跑 到了高游 援军自治府的逮捕公文下来 几乎被逮捕而死 走到陈子河 从乱世中出入 陈德船和援军哨兵 险些遭遇 几乎碰上援军而被杀死 到了泰州 往高沙时 常常害怕自己无罪死掉 到海岸 渠到海岸 如高 凡三百里路 一共有三百里路 北与寇晚来其间 北就是北方的援军和土匪 晚来其间 这条路上面 无日而非可死 没有一天不可以死去 每一天都可能死去 自通州 到达了南通 急已不落死 几乎因为军队不收留 那就是收留而死掉 以小州渡金波 用小船来渡过 这个金波就是居然 出无可奈何 出于没有办法 但死故父之都外 但我的死啊 我本来把死 放他在私利之外 我不用去管他了 呜呼 哎 死生 昼夜 事已 死或者生 是白天和黑夜 都会发生的事情 死而死已 死了就算了 死了就死了 而境界危恶 可是境地拿危险 恶劣 成见错出 交错的 成出不穷的出现 非人事所堪 不是人所受得了的 痛定是痛 悲痛以后呢 想起当时的悲痛 痛和如灾 悲痛是多么的悲痛啊 一再 患乱中 我处在了患乱中 坚以 失际所遭 有时呢 用失来技术 所遭遇的 精纯 其本 不忍废 现在 仍然保存了 这个本子 不忍心 废掉 道中 手自操路 在路途中呢 亲手 自己操路 经过海岸 游高 共三百里路 援军和土匪 在这段路上往来 每天 都有死掉的可能 到达南通 几乎因自己的军队 不收留而死 用小船 渡过 惊涛骇浪 出于没有办法 我本来把死 放在了思虑之外 唉 死生是随时 可能发生的事 死了就算了 可是境地 危险 恶劣 情况 层出不穷 不是人 所受得了的 悲痛之后 又想起 当时的悲痛 是多么的悲痛啊 我当时 处于危难之中 有时 用诗词 来技术 那时的遭遇 现在 仍保存 那稿本 不忍抛弃 一路上 自己 亲手操路 十北银 初十北银的军银 留北关外 居留于北方的关外 为一卷 这是一卷 就是这里 为一卷 发北关外 出发 从北方关外出发 经过吴门 毗林 渡瓜州 不管重回京口 这又是一卷 逃出了京口 赶到了 珍州 扬州 高游 泰州 通州 这又是一卷 自海道 自永家 来山山 又是一卷 将他 藏之于家里 使来者 使后来的人 读他的时候 悲于自焉 体会到我的意志 无忽 云之身也性 我的生命也很幸运 而性 生也何为 但是呢 侥幸地生活下来 侥幸地活了下来 又做什么呢 所求忽未成 要追求一个忠臣 他的使命是什么 祖辱 家国受辱 人死 有余 路 忠臣死了 也还是有罪 这个路 就是屈辱 罪恶 从初始北渊军营 到被拘留 在北关外 这期间写的是一卷 从北关外出来 经过吴门 长州 渡过瓜州 重回京口 这期间写的是一卷 逃出京口 到珍州 扬州 高游 泰州 南通 这期间 是一卷 自海道 到永家 来福州 这期间写的 又是一卷 我将他藏在家里 使后来的人 读到他时 能体会到 我的意志 哎 我的生命道路 很幸运 但侥幸地 活下来 做什么呢 探求 做忠诚的道理 国君受到了侮辱 做臣子的 即使死了 或者苟且偷生 是有罪的 所求乎为之 所要求的 对儿子 就是对儿子 有什么要求呢 以父母之遗体 行代 把父母 给我的身体 冒险 去死掉 而死有余责 死了 还是要受到责备的 将请罪于君 这个君就是君王 国君 君王不许可 请罪于母亲 母亲也不愿意 请罪于先人之墓 祖宗 先人就是祖宗 生无以救国难 在生的时候 没人救国家的危难 死尤为厉鬼 去击贼 死后 尤为我还要成为厉鬼 去攻击敌人 义也 这是正义 赖天之灵 就是靠上天的之灵 因您 宗庙之府 祖宗的保佑 修我割毛 修整我的刀剑 割毛就是刀剑 从王于师 随从君王 到军队中 以为前驱 去做前锋 打仗 冲在前面 学九庙之词 找出祖庙的词乳 赴高祖之业 赴就是恢复 高祖就是开国的君王 第一个皇帝 他们的伟业 所谓是 不与贼聚生 就叫做 绝不会与敌人同时存在 所谓鞠躬尽力 死而后已 就叫做 驱者鞠躬 就是弯者生子 竭尽全力 死而后已 一直到死 才会休息 到死放休 意义也是正义 讲到做儿子的道理 把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 去冒险而死 死了是要受到责备的 我要向国君请罪 国君不许可 我要向母亲请罪 母亲不许可 我只好向祖宗的 在天之灵请罪 在生死 没能排出国家的灾难 死后还要成为厉鬼 去攻击敌人 是义不容辞的 靠上天的英灵 祖宗的保佑 修整我的刀剑 跟着君王到军队中去 做冲锋献证的人 扫出祖宗 蒙兽的慈祖 恢复开国君主 创立的伟业 就叫做 事不与敌人两立 就叫做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这也是义不容辞 杰夫 若鱼者 像我这样的人 若就是像鱼 就是我这样的人 将无碗而不得死 所以 将无处不可以 是死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地方 都是可以死的地方 相也死鱼 为骨鱼 草满 以前 假如我抛弃尸骨 在荒巢野外 我 鱼就是我 我虽然正气秉然 没有惭愧 然 威以至文于君卿 但是呢 威就是不能 以自己的掩饰 文才 掩饰 我的过失 在君主 在亲人面前 君卿 其位于何 君主和祖宗将如何说我 臣不至于访 无一观 臣就是我真臣的 我真正的 没想到 自己还能够 重新回到祖国 穿上我的朝衣 重见日月 再见到君王 使旦夕 则正秋手 使我早晚 旦夕就是早晚 有一天 能够头向土丘而死 正秋就是 我死在自己的祖国的土地里 复合旱灾 还有什么遗憾呢 还有什么遗憾呢 四年下午 这里呢 是夏天的五月 改元景言 改元号为景言 如临闻天祥 自叙其诗 自己叙述自己的诗 临约指南路 像我这样的人 到处都会是我死的地方 以前假如我的尸骨 抛弃在荒潮野外之中 我虽然正气凛然 没有感到惭愧的地方 但是不能把自己的心意 向君王和亲人讲出来 他们将会怎样的熟弱我 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能 重新回到朝廷 重新看到君王 使我能够在祖国的土地上死去 还有什么遗憾呢 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下午月 宋瑞宗改元号叫景言 奴隶人文天祥 自己给自己的诗作序 名叫子南路 子南路后续是文天祥 为自己在战乱中的祭祀诗集 子南路写的一篇序文 表达了作者初始看敌 不屈不由 词言义正 慷慨激昂 使敌人不敢轻视的英雄气概 体现了他与敌人斗争 坚定不屈的精神 并说明这部诗集编辑体力 和写作的目的 这篇序文呢 运笔俊枭 详悦得已 而又变化多知 先谈客观形式 既说自己打算 再写初始抚命 顺理成章 说明形式 既是交代背景 又是烘托的作用 环境的遭遇各有不同 表现出作为民族英雄 内心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唯起如此 才使这篇后续能打动人心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好的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